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珍小悦 欢迎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继续和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市况 首先是A股方面 上证指数跌47点 报27815点 深证城指跌122点 报9551点 护心300跌46点 报2917点 港股方面 看到恒指最新报18725点 升405点 刮企指数升253点 报7760点 大市成交249亿 亦都在呼吁各位家庭观众 如果你们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你们致电电话二线2046566 或者电邮问题去到ask at bschannel.com 这位嘉宾有Jason去解答你们的股票问题 Jason 你好 Jason 你好 Jason 很快就见到一个电邮 想问一下两只股份 52和341 拿来做一个长线的部署 謝小姐说希望可以保持1至3年 52有大快活集团 最新报价22.4 今天升幅1% 341有大家乐集团 但情况就比较一样 看到他今天创了52周的新低 盘中低建20.3.5 现在同样都是继续保持低价 跌幅是0.489% 会不会两只股份来说 都要选择大快活好一些呢 大家乐都创了新低了 如果你说两只股份 当然都属于一些防守性比较强的股份 因为都看回他们那个快餐店的业务 本身就不是太受经济周期影响 但是要留意两间公司的最大分别 就是说大家乐 本身除了快餐店营运之外 其实也有相当多的 其他的店铺或者品牌 例如意粉屋方面都是属于他 或者说意粉360方面都是属于他 要留意的就是这一类的店铺 相对来说 都是走一些比较高端的路线 所以你说经济弱了 或者接下来经济差了 可能都对于其他品牌方面 会受到一定的冲击 再加上大家乐本身在内地的业务 之前都买了相当多的资源 想着我去发展的 但是看回在那个成绩上面 都不是说太理想了 之前出的那个业绩方面 都见到就是说 内地在那个上半财年的同店销售 都要跌成4.7% 还有就是说在那个品牌知名度方面 似乎在内地都不是说这么打得响 所以变相我觉得对于 两间公司来做比较 以一个稳健的角度来说 就似乎是52号大快活方面 就相对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如果你说以一个 打算中长线做一个稳健的部署 那两个来选 我自己都会是 prefer 选一只52号大快活的 明白了 那借小小另外 都有两只股份上问一问Jason 分别就是编号151的中国黄黄 暂时股价5.47 升幅1% 另外一只就是322的康斯虎控股 暂时股价8.32 升幅超过1% 都是二选一又选哪一只好呢 两只股份其实都在这一排来说 跌得相当之多 一来就是人民币贬值 之前都对于两家公司来说 会有一个相当大的影响 因为本身就是两家公司 虽然你说他们在那个业务方面 就不是说真的有很多 是属于叫做 就是向外采购的一个成本 但是都要留意的 因为本身他们的一个计价方面 都是用一个美金来计价的 那便是你说人民币弱了 其实都对它那个匯队方面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再加上他们的负债方面 都不是说小的 那这个都要留意 那另外如果你说 好像旺旺 本身去有个比较大的业务 都是做一些的 就是叫做奶类的产品 一些叫做蜂蜜的牛奶 那这一类的牛奶 那个原材料方面 都是要采购一些奶粉回来的 那你说在那个采购成本上面 都是因为人民币贬值 令到的成本是有所增加 那所以都对于那个毛利率方面 我觉得都会有个影响的 那更大的问题就是 本身这些公司 在那个股值上面 相对其他蓝筹股来说 都算是比较贵一些 那你说之前那几年 本身他们那个增长是够高的 又或者推出那些生产品 是真的相当受欢迎 又能够是 就是转价到成本 加到价 问题当然不大 那你说当现在内地整体的消费的 异欲都叫做减弱了 整个经济都叫做转弱了的时候 那似乎大家都对于这一类 所谓的食品股来说 那个看法都是没有之前来说 那么正面 那便上你说他们的股值 现时都仍然是维持一个 叫这么高的水平 还不合理呢 那我都有一些保留的 那比如你说往往现时的PE 都还有15倍 那不是说特别抵的 那康师傅同样地 现在都是14.9倍PE 也都不是说算特别便宜 那所以便上你说两只股份来说 我自己都觉得不应该去考虑着 是啊 那见到另外一个的电邮 陈小姐就想问一些短炒的股份 见到他就拿了两只股份 分别就是一号的长和 最新报价92.9 升幅是百分之一 新龙基地产最新报价是81.65 升幅同样是百分之一 这两只都是蓝筹股 好少拿蓝筹股来短炒的 这两只又是否建议呢 说得对 因为基本上你说 长和本身现时的定位 都属于半只公用股 是 因为说到现在大部分的收入来源 都是来自欧洲方面的电讯业务 零售业务 还有基建等等 那类公共事业那类业务 这些业务要有很高的增长 或者要他们跑赢大市就相对比较难 他们的优势就是在于当经济逆行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有一个较稳定的表现 不会受到太大冲击 但是相反如果你说现在这个市况 真的出现一个反弹的 这些股份之前跌得不是太多来计 那他们那个短线追落后的幅度 相对来说也是会弱点的 所以变相你说要做短炒 两只都未必说太好 如果你说如果讲那个基本面来说 一号仔都有一个隐忧 因为本身之前想着在英国方面 拼购O2方面的公司 但是都租到欧盟那边提出个意义 究竟到最后能不能够有个合并成功 如果你说到最后是做不到的 或者是合并告吹的 可能对股价来说 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相反地 如果你说到最后都能够可以 排除万难底下 可以做到成功拼购 可能对这个股价来说 会有个帮助 所以如果你说要买一号仔 就要面对这个不明朗因素 但是看个股价 如果你说短线来说 这些位置你看上去 就不可以说太进取 暂时都望方可能是95元 至到96元 就可能会有个相对比较大的阻力 好 谢谢Jason 那我们再跟随南筹股的最新造价 汇控升3% 报49.7 中移动靠稳报82.35 健康升埃近4% 报4.48 公康升3% 报3.86 中康升2% 报2.9 港交所升2% 报166.3 中仁壽升4% 报16.94 有保保险升2% 报37.9 腾讯控股升超过1% 报135.4 金沙中国升埃近4% 报25.65 长华升1% 报92.9 新鸿基地产升1% 报81.6 九龙创客稳报36.45 中国海外升1% 报21.15 华印之地升1% 报17.4 中海油升3% 报7.69 中石油升3% 报4.62 中石化升2% 报4.21 昆仑能源升4% 报6.09 中国神华升2% 报10.86 行指最新报18694点 升376点 国企指数7746点 升240点 大市成交264亿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Jason做新报 刚才提及股份或指数相关资产 你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 我们先休息一会 回到即市攻略的环节 我们下期见 明天 大市 是 您现在 感谢观看